立委丹庭委最后在二三十位受害者的培董 召开旗家会 表示有人利用泽南投资 脚恶意来坑杀 保守的工具受骗金鸟超过几千万 其中也有新台退休的公务员 对处立委服务 希望减着单位赶紧插面 听着不用更多人受害 木头已经来大概700多 然后已经来回300多 都是股票 还有其他的 他的合约系列有十几种而且在换 而且都是随着他的心情说转换就转换 因为他已经掌握被害者受害的金钱 你只能听任于他 受要挟于他 他就掌握这种手段 我跟我哥哥讲 加起来快要五十万 结果我们一直问他公司的股东里面到底有谁 他也不讲 就跟我翻脸 到后来我们就到地检署去告 告到后来他既然到处 到处到处到处不然FV还有情组都说我欠他一千多万 就是钱不还还可以还咬你一口 然后到处跟人家说我是个恶人我是个神经病 你想这种这种这么恶的人怎么可以融塌在这个社会上呢 我们也不知道说他到底是用什么话术让我们这些成情者可以这么简单 轻易就把这些钱拿出来投资 那目前我们接到的是似乎他们一直不断的转换公司 那这些成情者也说在LINE里面曾经有看过他用了我的名字 那我就在其实6月8号我就已经寄出纯正信函 告知他不能再滥用我的名号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请有关单位要调查 也就是说到底真相是什么 也呼吁我们的一些民众不要轻易受骗 立委表示对方在接纳的规定 有时会用名义代表可以办事家的名字 因此会有名众 如果听到可以看到有人利用名义代表服务家的名字 来进行接纳的行为 一定要扎证 披免受骗 台南新闻中学报道 还有台南市专业补导节目